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的报告 说某些物质对治疗饼干有效 比如说吸油也有说对这个有帮助 但是呢在医学上呢 我们还是以医学行政来支持的药物 作为一个参考 包括了干扰术、泥巴尾磷 或者是比较新的直接抑制病毒药物 作为治疗饼干的主要治疗方案 因为在饼干方面 有接近20%的病人最终会发展成干硬化 甚至是肝癌 所以我们建议在早期缺陈有饼干的患者 应该及时治疗控制饼干 预防肝硬化和肝癌的病发率 最近有位国内的病人是一位女士 她是长期的饼干患者 带有很高的饼干RNA量 一直没有接受治疗 因为怕泥巴尾磷跟干扰素的副作用 她的情况适合使用直接抑制病毒 饼干病毒的药物 所以她开始了疗程 凤小她要去旅游 大概去了美国大概一个月 她带着药物去旅游 这个治疗也没有影响她的旅游的行程 最后她完成了旅游 也完成了整个治疗的疗程 结果饼干RNA很低 维持在治愈的效果 现在治疗饼干病毒的最新发展 是已经有泛基因型的直接抑制病毒药物 这个药物已经涵盖了饼干的六个基因型 而它的治疗效果也可以达到90%以上的治愈率 这个在国内现在治疗饼干 主要还是以泥巴尾磷和干扰素为主 但是在香港我们已经有大部分的直接抑制病毒药物 可以选择包括了刚刚提到的泛基因型的 直接抑制病毒药物 病人可以选择根据她的病情 还有配合医生的建议 去选择不同的治疗 达到最好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